女孩敲开了酒店房门 开门的却是仅有一面之缘的大男孩 这么快又见面了 然而爱琴才当认识吴白 却不知吴白已经等了他整整七年 也是因为他才踏入到这个行业 而这是好兄弟酒气察觉情况 在吴白去穿衣服的时候 爱琴发现了桌上的电脑 而里面竟然放着自己的比赛视频 可就在下一秒 电脑就被急忙赶来的吴白盖上 爱琴便饶有意味地向其发问 研究我呢 他们是机器人大赛的选手 爱琴夺得了许多全国冠军 却一直无缘世界冠军 而吴白是一个机械工程的天才 在背后默默地关注了爱琴七年 一直把这份喜欢埋藏于心 如今终于能用一个选手的身份 与他的女神爱琴同台晋级 然而吴白对爱琴的招数了如指掌 就算是闭着眼睛 也能轻易地将其击败 这次的全国总决赛吴白获胜 他并不是想要打败爱琴 只是想要代替爱琴 圆了他一直以来的世界冠军梦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爱琴通过个人竞速赛 拿到了亚锦赛的入场资格 也就会有在酒店看见爱琴惊讶的音 在比赛前 吴白邀约爱琴去设计馆 他熟知爱琴各方面的喜好 而这一项便是爱琴赛前放松的方式 因为爱琴 他练了整整七年 慢慢地也变成了他的爱好 以他的枪法是能稳赢爱琴的 却故意在最后几枪放水 爱琴见自己获胜有些想开心 但重点是他看出了吴白的潜力 专注以及冷静都是竞技最需要的素质 便想邀请吴白加入自己的战队 在去比赛的路上 两人惬意地聊着天 而吴白问出了一直以来的疑问 想知道爱琴所在的那支冠军战队 为什么突然就解散了 然而爱琴却是调皮地反问吴白 在吴白的脑海里 爱琴的可能就是因为王浩 两人分手才导致solo战队被解散 爱琴不想说吴白也不再问 注重当下的快乐 在吴白看来 若是能看到喜欢的人 那他便会满足 而这次他也是不负众望地拿下冠军 在场观众欢呼雀跃 吴白却一点都不激动 只是洋溢着笑容 然后跟女神比了个动作 而爱琴也是积极做出回应 或许对于吴白来说 这场比赛的意义就在于此 也恭喜你 他们拿下了亚锦赛的冠军 就在上台领奖时 吴白见爱琴没有奖牌 便把自己的奖牌给他带上 虽然他什么话都没说 但这炽热的奖牌满满的都是爱 他等这一刻等得太久 于是在第二天就吩咐酒期 让他以匿名的方式 给了爱琴一张歌友会的票 而这是爱琴最喜欢的歌手 他接到时虽然很是惊讶 但大概能猜出是吴白所举 他如愈而至 在现场静静地听着歌 可一直等待的人却出现意外 吴白眼看爱琴就在眼前 可眼睛却突然间歇性失明 他的病症因为爱琴拖延了很久 但如今看来是不能再继续 无奈之下选择离开 当哥哥看到他的时候很是愤怒 因为他很害怕吴白会出事 手术中吴白的脑海里全是黑暗 但也有一束光 由女神爱情散发的光 他与爱情接触的时间 虽只有短短几天 但那也足够让他一直惦记着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还是蒙着双眼 便知道自己是手术失败了 哥哥让他坚强点 并表示马上会安排下一场手术 然后他话锋一转 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等你好了 我想开一家俱乐部 好久不见 有三年了吧 时隔三年后再见 吴白有许多话想说 可他还是懦弱了 看着女神走进电梯 难道这又只是见一面就结束吗 电梯门缓缓关上 他强装镇定的心已经止不住了 对爱情的爱打败了那份懦弱 他赶忙去追爱情 可终究是慢了那么一步 爱情此时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 而这是吴白的电话打开 吴白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见他 你在哪 我在房间啊 我想见你 爱情没有犹豫 这个故事也没有结束 吴白庆幸自己追了过来 在三年时间的洗礼后 他们都成熟了不少 而爱情最好奇吴白 为什么三年前的他不辞而别 说到这里 思绪被拉回到三年前 那时的他们一起拿下冠军 吴白本想趁着这个机会表白 却不曾想眼睛再次突发病症 间歇性失明的情况 让他无法面对爱情 便想着先去医院治疗 结果手术意外失败了 这时的他从医生口中得知情况 如果做下一次手术的话 那么有很大风险永久失明 吴白很是担心 担心自己再也见不到爱情 所以在下一次的手术前 他偷偷地找到了爱情的家 恰巧看见被生活折磨的爱情 因为灯坏了 爱情被路边的石头绊了一跤 好在是没有摔倒 只是这副受伤的样子 让躲在暗处的吴白很是心疼 他想要出现在爱情的面前 却又因为自身的病症指 只能望着他一瘸一管 被默默地流下眼泪 布满脸颊的不是泪水 而是他对爱情无法割舍的爱 他当晚拿着画笔在墙面绘画 这是他唯一能为爱情做的 没有了他 还有他的画可以陪伴在每一个疲惫的夜晚 有满墙的勿望我来告白 也有文字的诉说来激励 还有一盏持续为他照亮归路的名字 三年后 吴白摆脱了眼睛的病症 本可以继续在外比赛拿下世界冠军的他 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发展 因为眼睛是为了再见爱情 冠军也是因爱情所为之目标 于是他回国与哥哥创建了战队 其战队名字的意义也非同一般 韩商言你不要太自作多情了 我估计小白差点就没憋住 思绪拉回到现在 爱情见他沉默不语 便问起了他这次回国的目的 吴白把KK站队的事说了出来 KK 这名字听上去听的意思 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吴白没有回答 招呼起爱情吃东西 结果被他看见了手背上的透明贴 问起他是怎么回事 吴白依旧是不愿说 爱情便大胆地猜了起来 一个一个奇怪地并从他口中说出 直接给吴白听懵了 地中海平血 孔白狼窗 爱情拿了磕糖放进粥里 一顿搅拌后便递给了吴白 他一开始还有些怕怕的 怕爱情对自己涂抹不笔 然而在他尝了一口后呆住 他刚想脱衣服 结果女友的爸爸回来了 听到声音的两人惊慌失措 爱情赶忙关灯锁门 要是被爸爸发现自己带男人回家 恐怕是要被大谢八块了 把吴白推到一边后 示意他近身别说话 然后立马给姐姐发取消息 希望他能帮一帮自己 姐姐看到后 鼻翼地往房间瞥了眼 但这个忙还是要帮了 眼看爸爸就要往房间走去 姐姐立马出手拦住 表示妹妹外出 所以房间的门也锁了 爸爸一看果真如此 但还想着要叫个开锁的来 好在是姐姐聪明 招呼爸爸有排局等着他 可这爸爸太能折腾了 还没走几步就停了下来 突然想到自己有备用钥匙 眼看爸爸要破门而入 姐姐大喝一声 爸有备用钥匙 然而当爸爸进来时 屋内空无一人 而他们两个已经溜进了衣柜里 可爸爸就跟开了透视眼一样 目标直指一帽间 刚进去就表示要通通风 眼看爸爸要拉开帘子 姐姐直接挡在身前拦了下来 这要是一拉开 那就是火星撞地球了 在两人的祈祷下 爸爸最终是离开了房间 发现屋里没生后 他们也终于能喘口气了 然而在爱情准备出去时 吴白却把他给拉了回来 说什么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两人就甜蜜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他们入住酒店时 被服务员告知只剩一间大床房 吴白心里乐开花了 对美好的夜晚充满期待 在爱情犹豫的时候 他直接答应了下来 晚上他们刚才烈火 爱情先是关掉了房间的灯 然后又端着蛋糕出来 同时轻唱着生日歌 爱意满满的笑容 再加上情意绵绵的话 浪漫的气氛扑面而来 而爱情准备得不止这些 表示自己还有个惊喜 两人躺在了床上 看着满是烦心的夜空 也涌现了许多心里话 谢谢你 吴白 互相倾诉互相慰解 然后度过了这个美妙的夜晚 第二天吴白带爱情吃火锅 结果因为自己长得太帅 被隔壁桌的两位小姐姐盯上了 大概判断出爱情年龄大一些 误以为是姐弟的关系 打算着自己的小算盘 准备一会儿去加吴白的微信 爱情听后就不高兴了 吴白也是眼尖的狠 当即付出行动仪表太冷 直接就贴到了爱情身边 然后很是宠溺的一口一口味 爱情的醋意全消 在旁边的两位小姐姐都要哭了 果然好看的都是别人家的男朋友 吃饱喝足回酒店时 吴白害怕会被熟人碰上 便提议让爱情先走 爱情也是不想被暴露 结果刚分开还真碰上了 队员们高兴至于准备去吃夜宵 看吴白这无所事事的样子 不等他同意就强行拉上他一起 可这地方是太会选了 他们又来到了刚才的那家火锅地 服务员见到吴白只觉得眼熟 不由得心生疑惑 怎么帅哥都那么能吃吗 吴白左躲右藏的生怕被发现 可这才刚打发走服务员 又被队员们热情招待 一个劲地给他狂塞牛肉碗 再喜欢的东西吃多了 那也是会变味的 即使吴白自己受苦受难 也要让爱情乐呵一下 吴白给他发去消息 让他去看看队员的朋友圈 看到他们吃火锅的合照 他笑得那叫一个不易乐乎 出差结束 爱情又偷偷地把吴白带回了家 他这次主动帮吴白解衣服 结果吴白害羞了 死活是不愿意 然而在爱情的一番挑衅下 他立马就拉下了自己的链子 爱情也随之露出满意的笑容 原来是吴白过敏啊 需要涂药来减缓症状 可爸爸总是来得那么突然 这次是直接逮了个线形 刚推开门就看见了这炸裂的鱼 脑袋都是嗡嗡嗡的 爸爸把女儿叫到一边 表面上很是生气严厉 实际上想知道两人的进展 得知已经有一段时间后 爸爸脸上满是自豪有骄傲 大夸女儿有自己当年的风范 然而对待这个未来女婿 还是要表现出严厉的 当即质问他刚才是什么情况 吴白只好再次拉开衣服 以此来自郑清白 你能给我签名吗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是你肯定很牛 小朋友的嘴巴太甜了 三两句就把爱情逗乐 出于对漂亮姐姐的信任 主持人还没说题目 他就直接抢答 给在场的众人都看待了 已经连错两题 依旧有勇气继续 可见小朋友对签名的执着 着实是王浩的忠实粉丝 小朋友没做犹豫直接回答 基础的了解还是有的 但接下来的问题可就难了 胜场次数又是多少场呢 胜场数这个问题可难倒了他 而在场的众人也是议论纷纷 毕竟王浩打过的比赛可是太多了 不过这对爱情来说了颅直掌 很是自信地告诉他299场 果不其然是答对了 王浩本人也是喜闻乐见 可见粉丝对自己的爱 却不知背后指点之人正是前女友 光问题就模棱两可 爱情一看就知道是来刁难人了 在他的了解下恐怕只有王浩本人知道 因为那场比赛根本不是正式比赛 而大家的议论声也变得更小了 这时的五白面露零色 看到心爱之人对前男友的事记得如此深刻 难过的感觉莫名涌上心头 小朋友如是按照爱情的答案回答 主持人听后不敢确定 便让王浩自己来答复 恭喜你回答正确 听到回答正确 五白的心情就更难受了 小朋友也如愿地能拿到签名 可他起身后就暴露了爱情 眼间的主持人发现了这位老朋友 仔细一看竟然是当初的禁忌女神 镜头转到了爱情身上 激动的不仅仅是在场观众 还有王浩对他那难以忘却的心 回头看去果然看到了爱情 爱情本不想暴露身份 可终究是没有蛮重 他趁着主持人颁奖的环节 偷偷地离开了现场 五白看到爱情离场 他也没心情再待下去了 跟主办方打了个招呼 就赶忙往外跑去 他刚想请女神吃饭 结果就被一个男人截足先登 勾肩搭背地让五白人傻了 但痛苦的是还要带女神 去见他的前男友 一向高冷含蓄的他一肚子的气 本想跑跑步发泄情绪 怎料世界太过渺小 恰好碰上了一起散步的两人 他气势汹汹地上前 但还是压制住了火气 你刚吃完饭最好不要跑步 这样对胃不好 能被女神关心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话 却不曾想前男友王浩要请女神吃饭 我就 刚好 我饿了 王浩显然是看出了五白的意思 憋笑着邀请五白一起去 而爱情却是一脸猛逼 好奇五白是吃了什么 消化得那么快 五白有些干大地表示自己忘了 他们来到了一家小餐馆 五白见识四方桌 赶忙拉了一个王浩对面的位置 示意爱情往这里坐 怎料下一秒服务员就表示椅子坏了 五白顿时就起了杀心 盯着服务员死死不放 命中注定不能贴着女神一起坐 王浩知道爱情喜欢吃辣 便点了一个变态辣的套餐 而爱情又知道五白有未必 固有的有些担忧 王浩又点了一个剁椒鱼头 表示这是爱情最喜欢吃的 而五白也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对爱情的了解仅限于赛场 对他的生活喜好一概不知 但最重要的还是女神爱情 趁着王浩接电话的时间 打起了他椅子的主意 一边跟爱情聊着天 一边用脚拉他的椅子 可谓是一个妥妥的心机蹦 结果王浩脸皮比他厚得多 很是自然地拽了下凳子 就差搂着爱情一起吃了 看着王浩给爱情挑香菜 又谈起过去的诸多往事 五白的心中百感交集 感觉自己跟王浩比差了许多 与爱情的距离也像个陌生人 这时讨厌的服务员又来了 端上了他专属的醋溜白菜 一个气人一个伤人 吴白实在是太可怜了 默默地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真是太搞笑了 更气人的是他刚回到酒店 就被队员缠上 表示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剁椒鱼头 要跟他分享一下美味 我不吃 女人意外被水淋湿 这才刚脱下衣服 就进来了两个男人 听到声音的他赶忙拉紧帘子 要是被发现那真是羞死了 作为女人杀手的审折 刚坐下就嗅到了熟悉的味道 一番观察果真发现了退去的衣物 眼睛一瞥便知道是有人在换衣服 对方本想拿录音笔记录一下采访内容 却被沈哲直接拒绝表示自己赶时间 主要是担心女人被发现 并且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女人拉一拉关系 而爱静并不知道她的想法 只想拿衣服穿上然后开溜 没想到这直接跟沈哲对上眼了 气氛虽然很是尴尬 但既然已经暴露 那她也就直接摊牌了 表示自己要拿衣服 而沈哲也明白了她的意思 却故意玩弄了她一回 让女人干着急的在那摇摆 或许这就是海王的手段吧 过了好一会才动手 她趁着对方记笔记的时间 给女人递上了衣服 但女人的需求远不止这些 她还有一双光秃秃的脚 示意沈哲帮自己把鞋子弄过来 看了一眼鞋子的位置 实在是为难她了 但爱静那哀求的表情 她必然是要鼎力相助的 只见她一把按下对方 紧接着一个丝滑的飞踹 成功将鞋子送了过去 最终有惊无险地结束了这次采访 女人警惕地观察下四周 发现没人也就放下了戒备 而这时妹妹爱静回来了 看见两人这奇怪的姿势 脑子当场短路 买个零食的时间 怎么还能吊上了姐夫 而在沈哲临走前 邀请了两人晚上一起去玩玩 爱静想要拒绝地来着 结果被爱静打断答应了下来 晚上两人便美美地打扮一番按约前来 而沈哲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仅仅是喝了杯酒 就拿下了爱静的微信 海王海后的较量结束了 但好像是海后略胜一筹 之后两人就再没说话 直到酒局结束时 沈哲便再次发起进攻 看到爱静亮亮呛呛地要回家 沈哲便想要帮她开门 结果两人就来了得亲密接触 嘴巴不诚实 身体也不老实 不得不说沈哲太会聊了 在她给出肯定的回答后 爱静已经酒醉睡着 沈哲笑了笑 油腻经理被拒绝后很没面子 便在同事面前暗自诋毁 直言爱情虽然长得漂亮 但实在是没有见识不懂机器人 跟自己的身份完全不合适 却不知身后的爱情不仅听着 而且她还不知爱情的辉煌历史 然而打脸也来得很快 在机器人格斗大赛的开幕里上 他们以赞助商的身份来到现场 没见过世面的经理夸夸一顿狂吹 介绍着曾经龙头老大战队的地位 但在爱情眼里这都是回忆 发现他的关注点并不在这 经理又吹牛吹到自己身上 而就是在互动的环节上 眼间的主持人发现了爱情 镜头也随之转到了他的身上 瞬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时的经理一脸猛逼 问了问一旁的职业选手 有些不可置信又有些后怕 选手给他细细介绍了一番 他听得脑门直冒冷汗 没想到自己是在班门弄乱 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到了一天后的闭幕室 经理直接来了个180度大整夜 毕恭毕敬地招待爱情 表示今天他争取到了两个VIP位置 这次可以直接坐在他的身边 态度诚恳地差点就表演了个狗吃屎 还为爱情挡下了小姨弟们 可他一把老骨头怎么能逗得我 主办方向总一来就都老实了 而他第一个打招呼的人竟是爱情 给经理吓得瞠目结舌 结果又来了一百个壮汉 爱情像是个团宠一样 人人都抢着药 而来人正是SP战队的队长王浩 也是爱情曾经的队友兼男友 最后爱情在昔日战友的拉扯下 成功把他给拐跑了 而向总也盘问起经理来 问起爱情在公司过得怎么样 意思也是显而易见 经理吓得一顿夸好 但他的屁话向总根本不信 年小鸡一样的警告他 而这时吴白也来到现场 注意到爱情的他愣住了 没想到爱情竟然坐到了王浩的身边 只恨自己没能早点进到这个圈子 闭幕式开始 首提的就是SP战队的三人 过去的辉煌太过耀眼 让主持人不禁感叹 而主持人像是故意来棄他的一样 问起在那个时代 有多少男孩子用爱情的照片当桌面 在场有近一半的人举起了手 吴白观察了一番 便也窃窃地跟着举了起来 结果97一开口 他就赶忙掩饰动作 他表示自己也想凑个热闹举个手 吴白听后眼神瞬间就变了位 被吓到的97笑着脸又缩了回来 为了喜欢的人夺怪 所以他更能明白沈哲的痛点 经过了一夜的思考 沈哲最终决定加入他们 吴白暗恋了他整整七年 被他邀请一起回家 那是什么意思呢 吴白的脸蛋瞬间变得红扑扑的 而爱情还要在家把火 表示把大家都一起拉回家里去 吴白被紧呆了 好奇没有父母在家吗 爱情信誓旦旦地表示没有 结果他刚进家门就碰上爸爸 真是巧了他妈给巧了开门 巧了到家了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吴白赶紧问好 怎料爸爸以大刀礼貌回 要是女儿有什么事的话 恐怕是要把他大谢八块了 吴白安顿好爱情后 本来是准备离开的 结果爱情看热闹不嫌是大 硬是要他留下来住一晚 并让他把下面几个罪鬼一起搬上来 真的 爱情之所以那么大胆 那是因为其中的一个罪鬼 俘获了他悸动的心 直接就安排上了自己的床 还贴心地给沈哲盖上了被子 刚忙活完的吴白就要面对爱爸的审问 试问起他们为什么喝那么多 吴白赶忙解释是老朋友在局 所以才稍微多喝了一些 本来以吴白的实力是不足以应对爱爸的 但好在是有浓缩会道的爱情 三两句就把老爸怼得哑口无言 也就不再打扰年轻人的世界 吴白听到爱情的动静立马就赶了过来 拿起纸巾温柔地给他擦拭汗水 怎料爱情一把抓住他的手 耳朵跟瞬间就红了 吴白误以为他是在表白 却没想到爱情说他是个天才 在国外发展就太可惜了 吴白莫名地就失落了一下 而爱情紧接着表示自己后悔了 自己当初不应该退役的 或许是为了能跟吴白并肩作战 又或许是还有那个夺得识惯的梦想 半夜的时候爱情又耍起卷风 念叨起曾经他们的对手赛 为什么吴白要赢自己 我不是故意了 因为不想让爱情看到自己的不堪样 爱情说完便在他肩头睡着 他也是轻轻地把头靠了过去 动作不敢太大 却很是享受被依靠的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 爱爸就上门直奔爱情的房间 好在是爱静及时拦住 而吴白也从厕所里出来 这才没让爱爸加深误会 吃早餐时 爱爸便问起昨晚安排的情况 爱静表示自己跟妹妹睡一屋 他听的是半信半疑的 之所以这么早来 还是担心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 他让爱静赶紧去叫他们起床 让他们回家好好地休息一份 爱爸是想要把人都赶走 但这并不影响沈折的发挥 临走之际杀了他一个回马枪 心动的感觉顿时涌现 打工仔第一天上班就迷了路 结果被一个机器人吓一跳 他本以为KK俱乐部 是个破败不堪的地方 没想到实力如此豪横 连机器人都安排上了 省着脸皮厚的没话说 喝了吴白的东西还要调侃一番 直言这机器人高冷的随主 带他进到KK那里 背里面的装修风格惊呆 不过他更喜欢机器人一些 吴白儿子叫无聊 突然一股香味传来 那是周一特意为迎接他而制作的爆米花 只是这方式选择的比较特别 漫天飞舞被沈折干猛逼了 而这时吴白也出来迎接 结果被沈折狠狠地嫌弃一番 看见吴白伸手的他很是不愿 表示他一个大老爷们过于腻弯 怎料下一秒沈折就变了态度 看见漂亮女领队的 他很是自然地就握了上去 吴白见此有被侮辱到 而爱情这边带孩子们来交友 这是一次机缘巧合的相遇 他们游玩的地方离俱乐部不远 其中的一个小女孩罗慧与吴白相识 便借了下爱情的手机 想要给吴白打电话 输入号码后罗慧惊奇地发现 两人竟然互相认识 吴白看见爱情的电话心绪紊乱 沈折一眼看穿他的一样 吴白则赶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接电话前还刻意清了清嗓子 喂 这下是白高兴一场了 不过好消息是爱情也在 等他找过来时 羽毛如同雪花一样在空中飘散 跟沈折的见面方式那是截然不同 吴白本是来送温暖的 没想到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爱情 就在爱情好奇之余 罗慧不合时宜地跑了进来 问起他们之间是不是很熟 怎料两人心口不一 不熟 这下好像解释不清了 两人面面相去沉默了一会 爱情怯怯地表示慢慢地就会熟了 恐怕吴白的这个慢慢是要在今天了 他这次过来还带上了机器人 给爱情介绍了下名字叫做无聊 爱情听后感觉这很是特别 吴白把自己的队员叫过来帮忙 招呼着一群小朋友们 这样就可以跟爱情独自甜蜜 却不曾想爱情的一句话给他听起了 小孩子他们会有不好的误会 所以我逗你的 你这人怎么总是这么深圳 被爱情逗了的他也没有坐以待毙 帮爱情粘起了头上的羽毛 并提议让他去自己那洗个澡 爱情听后有些担忧 这不是羊入骨口了吗 但吴白没等答应就硬拉着他走 爱情换好衣服后 发现吴白给自己的裤子有些过大 而吴白也一点都不含糊 一把将他拉了过来 亲密接触的感觉说不心动是假的 但也不是爱情绽放的时候 吴白为他温柔地整理好衣服 随后便带着他参观了一下自己的俱乐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地球模型上的记号 那里有着他与爱情相遇的地点 里面包含着许多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都留存为两人的回忆 他们聊了许多 最后绕到了吴白回国的目的 你给我喜欢人 气氛一下就烘托到位了 眼看吴白即将开口表白 却没想到蹦出个话牢的周一 给他们的关系砍了个四分五裂 叨叨叨地一顿狂说 完全没意识到破坏了吴白的好事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是一副无语的表情 而周一还蹬鼻子上脸了 直接把百斤重的电饭包丢给吴白 给爱情说起了自己的奇思妙想 吴白严重怀疑这是情敌王浩安排进自己这来的内鬼 忍耐力有限地他暗示了一下 表示自己想要喝水 怎料周一说自己一点都不可 吴白的血压瞬间就上岸 周一听后很是疑惑 看到吴白的暗示他瞬间秒懂 立马给他倒水去了 但这个秒懂并非他想象的那样 他刚吐槽周一废话太多 怎料一回头就踩到了爱情的拖鞋 一个亮枪差点就要摔倒 好在是吴白及时拉住 又将他搂进了怀里 这近距离的接触又把刚才的气氛给找回来了 可他才笑了几秒钟 周一就带着水杯归来 真是如此不可教育 这个月必须要扣工资 而爱情为了摆脱尴尬 表示自己该回营地休想 吴白见词也跟着一起 享受两人最后的独处时间 走着走着就到了地方 吴白只嫌这条路太短 临走前他出言关心 让爱情关好门窗点好闻箱 比方蚊虫叮咬 而爱情也惦记着他的胃病 叮嘱他记得喝杯牛奶 这样对胃比较好 第二天吴白把孩子们带来基地里参观 却不曾想酒气这个闲眼包出来搞事 非要夸张地描述吴白的机器人 爱究竟有多强大 含蓄的吴白远赴千里送碟 只是为了说一句路上小心 爱情一走他就犯起了相思病 日思夜想实在是难以忍受 那他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听从沈哲的意见 没钱买车是不存在的 当即让沈哲陪自己去提车 别人选车都是体验驾驶感 但咱们的情种吴白就不一样了 先坐上副驾驶感受感受 吐槽完沈哲又去感受后座 主要是担心爱情父母会坐得不舒服 而这台车也就合理地被他拿下了 第二天一早天都还没亮 他就来到爱情家楼下 爱情正喜数呢 就被姐姐拉去看吴白了 看到他的那一刻爱情满脸一火 姐姐也与他要好好把握 然后他笑嘻嘻地准备去上班 而爱情又偷瞄了一眼 吴白的目光一转 他就立马拉上窗帘 一番精心打扮后变下了楼 吴白看到他那超短裙 脸上不由得有些火热 爱情疑惑地问他在看什么 吴白结巴地表示真好看 他们一起来到一家早餐店 爱情点了一份他最爱吃的鲜肉汤圆 想要分享给吴白 但吴白一闻这味道好像不太对 看到爱情给了一个肯定的眼神 吴白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 味道竟然还挺好吃的 爱情见他喜欢也很是开心 两人一起在小窗前吃早餐 画面甜蜜切意且又唯美 爱情好奇地问他 为什么这么早来找自己 我想跟你一起吃早餐 仅仅这一句话就包含着千言万语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吴白谈起几天后苏州的比赛 希望爱情能跟着一起去 汤圆是咸的 但吃起来却是甜的 回到基地时 吴白都还洋溢着笑容 还给兄弟们带了汤圆 结果971吃脸色大变 怎么也没想到可以那么难吃 吴白嫌弃地说他没品味 临走前还嘱咐97一定要吃完 这可真是为难他了 很快就到了去比赛的日子 爱情又一次地 以赞助商的身份参加 怎料又来了一对情敌 还厚着脸皮要蹭自己的车 吴白的脸瞬间就黑了 男孩费尽千辛万苦 才邀请到的女神 怎料半路杀出一大伙情敌 这又是帮忙拿行李箱 又是一起撑一把伞的 吴白的醋坛子瞬间打翻 那是越看杀气越重 在大巴上的情况 就像是《非诚勿扰》 都期待着爱情能坐在自己身边 可结果是爱情一个都不要 表示自己去后面坐 但命运的安排总会及时出现 爱情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吴白立马反应把他接入怀中 俗话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略显迟钝的王浩只能干看着 一番平静情绪后 爱情脱离了他的怀抱 吴白依旧是依不舍的样子 而这时沈哲出面给他指导 直言没辜负他这几天的言传身教 经过了漫长的路途 大家都劳累的熟睡 吴白则趁着这个机会坐到了爱情身边 还轻轻把他的头扶到自己的肩头 可吴白还没甜蜜地享受几秒 爱情就醒了过来 他赶紧装出一副刚睡醒的模样 是啊 这不是一有机会就紧贴着你的心吗 这时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 大家都从熟睡中清醒 而闲眼包沈哲跳了出来 四处张望寻找失踪的吴白 沈哲你喊那么大声 是非要让吴白尴尬一下呀 大家都纷纷扭头看去 爱情见词赶忙解释 表示他们两个在商量发红包的事情 大家听到红包都喜笑颜开 而爱情也同样如此 或许是很喜欢两人坐在一起甜蜜的感觉 在赛场上 沈哲代表KK战队出战 而他的表现也是极其出色 可以说是全方面碾压地打败了对手 比赛取得胜利 吴白稍微地夸了他一下 表示打得也就还可以 几人说说笑笑的样子 让在远处的爱情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也是对机甲热血沸腾 当他反应过来时 吴白的邀请已经送达 而他们也就这么达成约定 可在约会前 他的选择困难正范了 在三件黑衣服中难以抉择 但沈哲跟九七已经沉迷游戏 完全不想搭理没品味的吴白 于是吴白立马召开团队会议 然而内容也还是衣服的问题 两人见此甚是无语 九七根本看不出其中的区别 而沈哲为了摆脱这个凡人精 给他瞎遍了一大堆的自我看法 这才让吴白得以幸福 两人一起散步 结果被一个打电话的亲戚公务商 把爱情的衣服给弄湿了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他赶忙道歉 爱情没有跟他计较 而吴白虽是不满 但也没多说什么 把自己的衣服披在他身上 然后贴心地为他扣上扣子 吴白把爱情送回酒店后 也回了自己的房间 装好了一杯热水与感冒药 然后火速地赶去找爱情 之所以能那么地巧合 还得是靠九七这个助攻王 在背后操控着故事的发展 而爱情才刚打了前台的电话 敲门声就传来了 一开门竟然惊奇地发现是吴白 由于他穿得过于轻薄 吴白坚定地眼神偏移了一些 爱情也意识到拉了拉衣服 好了 怎料一个剪毛巾的动作 直接就走了个金光 但好在是无光可走 可多少还是有些尴尬的 而他也赶紧扭头 立马道歉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爱情也没太在意 他说衣服还在自己这里 等自己洗好了再还给他 吴白有些尴尬一直不敢回头 但又想到了此行的目的 是来给爱情送感冒药的 还有一杯刚烧好的热水 爱情见此心里暖暖的 结果吴白的关心后 吴白却依旧没有要走的意思 无奈爱情只好 躺是自己先去换衣服 便立马关上了房门 然后在屋子里羞涩了好一会儿 在门外的吴白也被挡火热 燥热的心让他脱去了衣服 吴白在KTV毫无玩乐的心思 只是一直等着爱情出现 可爱情出现他又怂了 你怎么才来你 又被可恶的欧强杰族先登了 吴白甘大地摸起了脖子 几人说乐子笑得开心 跟一旁惆怅的吴白有着鲜明的对立 而这时候墙又来搞事了 要拉着爱情一起唱歌 几人勾肩搭背地刺痛着他的内心 发现爱情要去洗手间 吴白也紧接着跟了上去 本想要好好地把握一下机会 怎料情敌王浩出来坏事 无意间说出了他跟哥哥韩商言的关系 这让剑格一堵墙的爱情瞬间震惊了 不可知信地他走出厕所二次确认 之前爱情就疑惑吴白 为什么会跟韩商言成立KK战队 这下真相大白 他没想到吴白骗了自己这么久 找了个借口便匆匆地离开 爱情之所以对韩商言这个名字反应那么大 是因为曾经所属于冠军战队 却因为爱情跟王浩的感情破裂 导致爱情呆不下去选择退役 也就毁掉了其他四人的冠军梦 其中韩商言对此最是愤怒 臭骂了爱情一顿让他愧疚到现在 而今晚也将成为吴白的重大转折点 王浩趁着这个机会邀请爱情 想要他来SP战队做领队 因为他一直知道爱情没放下 还有着夺得世界冠军的梦想 说起梦想爱情不禁红了眼眶 也渐渐地有些动容 在背后默默观察的吴白可就伤心了 如果爱情回到赛场他很开心 但要是加入进SP的话 那么就代表着与王浩的相处时间就更多了 爱情要了一周的时间思考 而吴白也想同中干预 即使给爱情发去道歉信息 表示自己是害怕爱情会伤心 才没有提及自己跟韩商言表兄弟的关系 爱情虽然能理解吴白的意思 但他却并没有选择恢复 然而就在第二天 爱情便给王浩打去电话 答应下当SP领队的事情 也就注定着他要放弃吴白了 一直没收到恢复的吴白心中焦灼 情感导师沈哲便来之招 表示舔狗一无所有 拉开距离才能应有尽容 但痴情的吴白显然是不幸 觉得是爱情出事了才会不理自己 于是立马起身要去找爱情 可他始终是慢了爱情的脚步 爱情前脚刚辞职离开公司 他后脚跟上已经无缘了 只剩下小迷地招呼他 得知爱情要去SP当领队后 吴白瞬间人就傻了 这是在吴白看来 恐怕是跟天塌下来差不多 而爱情在尽到SP之前 决定先去剪个短发 他同一个被采米油盐困扰的打工人 变成了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梦人 身上也散发着年少时的那种意气风发 他为了女神努力了整整七年 终于有了能跟女神同台竞技的机会 本以为这将是爱的萌芽 怎料期间意外出现演急 间歇性失明的情况让吴白无法面对女神 于是不辞而别选择做手术 再次相见已经是三年之后 其中蕴含着一种奇妙的感情联系 可就在吴白经过一步步的接触 慢慢地走进爱情的心房时 一个隐瞒许久的消息被爱情得知 这也直接打破了两人的关系 而这时情敌王浩趁机而入 爱情扭头便加入了SP战队 成为了吴白的对手 得知结果的吴白痛心疾首 把爱情约出来想解释清楚 坦白这过往十年对他的喜欢 可他不知爱情有多么的绝情 爱情说了许多关于梦想的事情 因为他的个人原因导致战队解散 如今有了这个重组战队的机会 那他一定是要全力以赴的 在爱情与事业中他选择了事业 同样也是刺痛着吴白那颗 为他跳动了十年的心 吴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最后问了问爱情喜不喜欢自己 然而得到的结果是对不起 爱情为了梦想放弃了吴白 可他不知道的是 吴白是因为他才有了梦想 若不是对爱情如此的痴迷 也不会加入到这个圈子 世界出名的机甲天才 可他这一路来的努力如同泡影 想要为爱情圆梦夺得世界冠军 却没想到爱情直接变成了自己的对手 他买了许多的巧克力 里面却全是单身的祈愿 或许这就是命中天注定吧 吴白回到了基地 却发现韩商言在等着自己 而桌子上还摆着爱情的照片 韩商言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大 吴白意识到自己情绪激动 解释说自己微不舒服 然后匆匆地离开了基地 当你有个万能的机器人是什么体验 老爷子手机找不到了 吴聊便主动帮他找 在枕头下面 老爷子听到语音播报满脸好奇 可没想到的是吴聊真的能找到 老爷子知道吴白感情受责 便想要去买礼物拉拉关系 如此智能的机器人引来路人的目光 也自然是被商场的保安发现 立马上前拦住不语尽语 老爷子一脸疑惑不知为何 他跟随指引的方向看去 发现是禁止宠物 老爷子想要解释 可他也说不上来吴聊是什么 便指了指一旁的充电宝 充电不好 保安半信半疑的就放他们进去 遭殃的并不是保安 而是无聊的主人吴白 老爷子来到了珠宝店 想要给孙媳妇挑一个见面礼 一眼就看上了漂亮的金镯子 当服务员得知需求后不禁笑了 表示年轻的女士比较喜欢串珠 服务员介绍了一大堆珠宝品类 老爷子听得云里雾里的 不过在串珠呈现眼前时 老爷子也觉得很是漂亮 直接要下了这条串珠 一摸口袋发现没带钱包 这下可就尴尬了 老爷子没想到这铁皮家伙这么厉害 很是宠溺的拍了拍无聊的头 而此时的吴白也收到支出消息 一脸疑惑的他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爷爷这边那是越买越高兴 毕竟都不用花钱的嘛 流水也是哗啦哗啦的弹出 吴白的小金库正在被掏空 而老爷子买的太多都拿不下了 老妖那是根本扛不住 习惯性的向吴聊吐槽 没想到吴聊又派上用场 直接呼叫了俱乐部的刘师傅 还锁定了目标位置孙媳妇的家 吴白也后知后觉的发现是无聊所谓 而他的位置竟然是在爱琴的家 他火速赶到 恰好就在楼下碰见了爱琴 而同行的还有好兄弟沈哲 可是看这个样子好像是有什么问题 爱琴便拉着吴白来到一边 原来沈哲是来见爱琴的 可姐姐爱琴在楼上相亲 便让妹妹爱琴下来拖延时间 这直接把吴白给听傻了 而爱琴也是越说越乱 只好表示当下最严重的问题是拖住沈哲 别让他上楼撞见爱琴 吴白哪里能听得进去 脑子里全是爱琴相亲的事 表面上答应了好好的 实则他当起了富黑男 爱琴在楼上跟男人相亲了 这演技逼真的让沈哲瞬间来火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楼上赶去 爱琴人都傻了 去问吴白怎么回事 吴白则一副不关我事的表情 爱琴为姐姐而感到交集 而这时外公也来了 还带着一大堆的礼物 原来掏空吴白的人是外公 看到未来孙媳妇的他满心欢喜 一个劲的夸爱琴漂亮 爱琴也是受宠若惊 而这时沈哲已经扛着爱琴下来了 那霸气的动作惊呆了爷爷 怎么自己的外孙就这么不伤道呢 眼神示意让他加快进度 爱琴也是尴尬的笑笑 他们带着一大堆礼物上门 老爷子正是想直接打通父母这关 顺带再撮合一下两人 结果发现还有一个相亲对象 不过老爷子开明得很 表示大家一起聊一起笑 给相亲南下的满头大汗 毕竟对方可是三个人啊 老爷子的压力扑面而来 都被相亲南弄结巴了 吴白也紧接着在旁边助攻 这是非要把相亲南打他下呀 老爷子豪气地把补品送了他一份 他本想要拒绝 可拗不过老爷子的嘴皮子 最后无奈地扣上了体弱多病的帽子 而老爷子的杀伤力远不止于此 问起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结果踢到铁板了 相亲南说自己是开公司当老板 不过这也难不倒老爷子 表面上说着自己外孙不行 实则表示跟爱情那是秩序相同 这极致的描述把两人都给逗乐 年薪百万吧 本以为这肯定是碾压一切的存在 而未来老丈人也表示很满意 可是他算错了 老爷子曾经的身份是个霸祖 直言可以在这附近买套老洋房 爱爸瞬间就变脸了 立马偏向了吴白这边 吴白对外公比了个大拇指 而外公还要再踩相亲南一角 这次的相亲也就圆满结束 在他们临走前 老爷子直接拉起了爱情的手 然后赶紧示意吴白 吴白春风得意地牵了上去 可算是第一次牵到了女神的手 吴白沉静其中死死不肯松 就连外公都看不下去了 表示以后还有很多机会的 但吴白依旧是把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满脸笑意的道理 没有老爷子的助攻 恐怕吴白跟韩商年都要打一辈子的光棍 好家伙 爱静你动作那么激进 说不是故意的谁信啊 沈哲见词也见了起来 非要让爱静给自己一巴掌 可爱静说的都是气话 根本不舍得下手 知道爱静是在闹脾气时 她瞬间就大胆起来 可霸王都还没上宫 妹妹的声音就突然传来 沈哲不愧有海王之称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临危不惧地打招呼 而爱静也是自觉的离场 不打扰他们的好事了 但气氛已经被打破 爱静让沈哲赶紧回家 沈哲却是依不舍地还要继续 小套路一下接一下的 也成功地让爱静消了气 一开门发现爱静还在门口等着 而她还是衣衫不整的样子 还叫了爱静一具小姨子 这次的前女友风波也算是被她化解 爱静吐槽起姐姐太过奔放 门窗都不关是不是太激情了些 而爱静现在已经是春心荡漾了 满脸羞涩的她完全没听进去 爱静见此不由地调侃 让她下次记得所门 可就是几天后的这天 爱静迎来了新危机 爸爸不合时宜地安排了个相亲对象 而这恰好与沈哲约定的时间撞上 眼看人都已经到了楼下 爱静无奈只能找妹妹帮忙 沈哲看到爱静的一颗懵了 不可置信地问是不是来接自己的 爱静倍感尴尬 这是什么一档子事 但为了姐姐 她只好表示楼上客满了 自己可以带她出去转转 说起这个沈哲觉得有些好笑 万一被小醋包吴白看见 那影响就不好了 而吴白也是奇怪的 闻着情敌的胃就过来了 爱静看到她以为是看到救星 没想到恰恰相反 吴白在得知事情原委后 不但不帮忙打掩护 还添油加醋地告诉给了沈哲 沈哲听后火气直飙声 一开门就碰上了沈哲 也迎来了她的一番斥责 既要跟自己扯上关系 竟然还要相亲再来抉择 给沈哲气得怒吼声越来越大 爱静赶忙解释说是意外 拉着她想要先离开着 但沈哲就不乐意了 表示以后两人再无关系 然后扭头就走 最后两人你退一步 我退一步地挽回了这段感情 只是这方式不太优雅 她直接把爱静扛进了车里 两人在途中都还在斗嘴 不过沈哲一直在让着她 只是神神秘秘地要带她去一个地方 爱静不禁偷笑 多少还是有些期待的 当他们到目的地时已经天黑 沈哲望了望天空 发现天气乌云密布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让爱静很是疑惑 然而在看到后备箱的烟花后 她才知道沈哲的心意 虽然未能欣赏到烟花的绚丽 但买了满满一后备箱 也深深地触动着爱静 两人在一个小游戏后 都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最后他们吻在了一起 一段真正的爱情也就此开始 可沈哲的前任终是会给她上一课 既然搞不定沈哲 那绿茶前任就选择了她的妈妈 并邀约她一起过来吃饭 傻女孩期待男友的到来 然而来的却是一条伤心的短信 男友表示自己临时有事 可还没过多久 爱静就又收到了一条消息 竟然是男友的前任 给爱静气得口水都喷了三米远 火气也一下子就上来了 今天我和她在外滩陪她妈妈 爱静没想到沈哲 竟然为了前任放自己的鸽子 当即就赶去了外滩 不久后沈哲便接到了爱静的电话 做贼心虚的她表示自己在陪妈妈 对前任的是只字未提 沈哲看了看一起陪同的前任 终是瞒下了这件事 表示自己陪完妈妈就立马陪她 可这些谎言都被爱静看在眼里 但沈哲始终是一口咬定 爱静不禁笑了 果然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沈哲看到爱静的那一刻就知道完蛋了 解释是解释不清的 只能表示前任也才刚当到 爱静怎会相信 拿出她买来的景点门票 这些本是准备两人一起去的 如今看来是用不上了 气愤地把这些都送给了沈哲 并表示这算是分手费 然后她头也不回地扭头就走 是以至此绿茶前任出现了 跑到沈哲面前嘚瑟一番 沈哲都被她给气炸了 回到基地就一直狂打沙呆 而这时的吴白心机起来 摇身一变成为了情感导师 表示解铃还需细灵员 看到酒气果断地打去电话 吴白不禁偷笑 而爱情那边也是直接答应 她一想到又有跟女神见面的机会 别提有多高兴了 看到吴白那无耻的笑容 酒气这才后知后觉地知道自己上当了 两人来到约定的地点 酒气不由地吐槽吴白智力见长 现在都会明修站到暗度陈仓了 当然还不忘自我得死一番 而这时爱情来了 看到吴白的她有些诧异 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不过也没多想 但吴白可就是要好好发挥了 让两人先上楼由自己点单 吴白特意向服务员要了杯圣诞定制 店内本是不卖的 但在她痴情的祈求下 服务员便也答应了她 爱情看到太妃真果实很是惊喜 这可是她最喜欢的口味 问起吴白她却表示不知道 解释说是服务员推荐来的 爱情感受到了吴白的心意 两人也就开始了深情对望 把一旁的单身狗晾在一边 酒气有些尴尬 但还是要谈一谈正事的 听了沈哲的故事爱情不禁感叹 不愧是助攻王 处处都能扯上吴白 在他们分别前 酒气又是狠狠地给他们浪漫了一个 要走了吴白的车钥匙 表示自己开她的车走 让他们两个好好的在门口等车 没想到一个单身狗会的还挺多 而爱情在借伞时也被服务员叫住 爱情才知道吴白不仅懂她 而且还很是爱她 当她从店内出来时 慢雪纷飞的夜晚显得尤为浪漫 两人在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 谈起了爱情的心结 在得知韩商言早已从十年前的痛苦走出来时 爱情心里也舒畅许多 对于曾经兄弟的愧疚她久久不能忘怀 而解开心结的那个人也将是吴白 听到女神的呼唤当即就赶了过去 怎料一开门发现女神穿了个小吊带 而爱情显然是喝醉了 连微信都发错了人 然后糊里糊涂地拿着促进了房间 吴白出于担忧也跟了进去 本想送完解酒要就走 却被酒醉的爱情拦住 非要要求她跟自己一起喝酒 看到女神衣衫不整的样子 吴白哪里受得了 想要先给爱情穿上衣服 而爱情嘴巴里叨叨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脸上也是红扑扑的 这对从未接触过女孩子的吴白来说 是多么大的诱惑 一直歪着头呢是根本不敢看 紧张到拉链都拉不上去了 而她的动作也更紧张了 爱情见此实在是受不了 然后她问了问爱情为什么喝酒 误以为是她不开心了 爱情却表示恰恰相反 因为她解开了十年前的心结 也看到了吴白对自己的爱 酒精的作用下让她袒露心声 你喜欢我吗 吴白听后愣住了 还没等她回答 爱情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爱情从宿醉中清醒 脑子混乱到间歇性失忆 唯一想起的就是吴白来了自己的房间 其他什么都忘记了 而她一大早就打听起吴白 问起队员吴白有没有绯闻女友之类的 那不是你吗 她这个答案给爱情听的小脸一秀 嘴上表示她一个小孩子不要乱说 实则心里乐开了花 今天是他们参加芝加哥赛的最后一天 爱情看到吴白就锁定了位置 不仅要坐在一起 他们还同时挪了挪屁股 背对背的悄悄话更显甜蜜 两人还没说上几句 队员就带着早餐来了 爱情本来是想给吴白的 结果一群小迷递纷纷伸手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好在是他们逝去 自觉的又缩了回去 爱情看到吴白喝凉水 又关心起了他的胃 贴心的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吴白结果感觉心里暖暖的 而这也引来了队员的不满 简直是偏心都偏到家了 天才少年用十年的冠名犬表白女神 队友们纷纷面露一色 而爱情的眼角却是不自觉地涌出泪水 因为他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他说那个女神就是自己的福利家 这一刻他才知道 眼前的大男孩究竟有多么爱自己 吴白用超高的实力拿下冠军 他本可以选择积分奖励来夺得榜首 但令众人都没想到的是 他选择了最没有价值的冠名犬 也仅仅是为了表白他暗恋十年的爱情 队员们对他这个选择很是不解 不过在吴白看来 这才是他夺冠的真正意义 队员们一眼看穿爱情的表情 不由地出言调侃 当即便找借口离开 而吴白也是像磁铁一样 什么庆祝的根本不重要 只想知道爱情跑哪里去了 得知是去洗手间后 他也是立马就赶过去 不曾想直接跟爱情撞了的满怀 可问是天意义是如此 爱情也是个神奇的东西 这一次的他不再选择逃遍 勇敢地拿出了那张纸条 上面不仅是吴白曾经对他的表白 也是爱情给予他的正面回应 我见众生皆无益 唯有见你动了情 吴白瞬间明白了爱情的意思 拉着他跑向了赛场 来到他披荆斩棘 斩获荣誉的地方 爱情好像也明白了 吴白的努力是为什么 两人激情地拥吻在一起 可他们还没激情几秒 就被赶来的向总打断 意犹未尽的吴白脑子一片混乱 爱情则是直接躲了起来 而向总其实是来找爱情的 带向总走后 吴白想要再续前缘 像个小孩子一样主动索求抱抱 而爱情也是心满意足地抱了上去 沉浸在为属于两人的甜蜜 但爱情还是担心 怕大家等他们等急了 抱一分钟以后 可吴白说什么也不肯 必须还要再抱一分钟 毕竟这一分钟 承载的是过去的十年 可不得好好珍惜吗 刚恋爱上的吴白就忙了起来 回到酒店便开始调查大数据 爱情这边收到了一杯热牛奶 这也正是吴白所举 没一会儿爱情又收到了吴白的语音 牛奶应该收到了吧 听到女神给自己晚安 那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而爱情也是回忆着在赛场上的机器 回味一番那是久久未能平静 陶醉到春风满念 笑意四起 第二天他们要反途回国 然而爱情莫名其妙地就被升了仓 更巧的是一旁的抱纸男竟然是吴白 紧接着还来了沈哲跟九七 这不由得让爱情怀疑这是吴白之举 这就是缘分吗 好一个缘分 连到爱情的心里去了 看来昨晚的功课没少做 然而吴白又当起了小孩子 闹着爱情表示自己饿了 可爱情把巧克力送到嘴边他却不吃了 当然这也是吴白套路的一环 等着爱情他自己吃了一口后 又一把抓过给自己也来上一口 这甜蜜的场景恐怕只在梦里才有 吴白不确定地问了问爱情 我们算是在一起了 爱情嘴角上扬点头答应 这真是羡煞旁人 连后面两单身狗都看得羡慕了 吴白发现爱情困了 便把他的头扶到自己的肩头 并表示明天放假 可以一起去看电影 爱情满心欢喜地答应 而这也即将开始两人的第一次约会 直男第一次约会究竟有多离谱 我买了四部电影八张电影票 你想看四个啊 吴白乖乖地像个孩子一样 表示下次知道了 爱情看到他那傻样 笑得根本合不拢嘴 而吴白则是一本正经地做介绍 但功课显然是没做好 吞吞吐吐的还要看看手心 这让爱情甚是疑惑 吴白这记性是有待提高啊 他尴尬地避开爱情的视线 然后再偷偷地看一眼 最后好不容易地介绍完 却又面临上了选择难题 爱情见他傻得可爱 便提议两人同时选择再做决断 却不曾想他们之间的心意互不相通 这下是又尴尬住了 好在是爱情机智 推着吴白的手做下了最后的选择 爱情前脚刚走 吴白就立马搓起了掌心的自己 万一待会要牵手 那可不是又要尴尬一次了 然而吴白虽然看起来傻 但那是真的家财万贯 这个冰箱里的饮料一样多来一份 选完汽水后吴白便主动问了起来 想知道他喜欢什么零食 爱情见此不由地调侃他学得真快 而这也证明吴白对爱情很是上心 可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 两人都还没进到饮厅 就同时接到了邀请的电话 目的地也是相同的 要他们立刻赶回KK俱乐部 可当他们回来时 俱乐部里却是一片漆黑 然而这是大家为吴白准备的惊喜 今天其实是吴白的生日 爱情见此有些诧异 因为吴白并没有告诉他 不过在他确认后 便第一时间送上了祝福 然而向总作为此次惊喜的策划者 自然是要给吴白搞点事 表示自己的表妹是吴白的忠实粉丝 想要通过视频给他表达爱意 吴白听后看了看爱情 显然这是不能答应的 并借着这个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吴白完成该有的仪式后 便直接离开了现场 他不喜欢这种喧嚣的场合 而爱情也紧接着跟了上去 你今天过生日 你们都不告诉我啊 我就想跟你一起过 这无疑是最好的告白 就在吴白准备激情的时候 爱当电灯泡的酒气出现了 完美地打破了这暧昧的气氛 但这是吊虎离山之际 爱搞事的向总与此趁虚而入 而他这次来的目的还不简单 打起了爱情的主意 爱情看他那样子就很搞笑 完全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 可向总这次是要来真的 正当他要展示自己时 沈哲出面来解围了 向总被打扰到很是不满 不过他也是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摆明态度表示自己要追爱情的决心 但向总依旧是不舍地放手 硬是要试一试结果 沈哲真是为好兄弟两肋插刀 这下是爱情不说都不行了 吴白也是想要得到爱情的一个态度 爱情自然是不会吝啬言语 是个不吃醋的人 而这句话也只有王浩能听懂 在一起吃火锅的那天 这本是欺负吴白的小手段 没想到如今成为了爱情独特的告白方式 由于爱情对吴白的了解比较少 便想借着这个机会参观参观 而这也让吴白紧张起来 以收拾房间为借口把爱情关在门外 实则是要为自己的秘密打掩护 他随便找了一件衣服挂上 可这藏得不仅仅是随意 还有些刻意了 吴白自以为不会被发现 怎料他的意图太过明显 被爱情一眼看穿 然而他一走 衣服就不争气地掉在了地方 吴白尴尬地笑了笑 显然这秘密是不能说的 爱情也不再逗他 不过他对这箱子上的爱心有些好奇 而这也让吴白陷入到一段回忆 这是爱整活的酒气所举 非要给他的箱子添砖加瓦 表示这是一个小谜地该有的象征 但如今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而就在这时 箱子突然识别出了爱情的人脸 然后就自动打开了 爱情见此有些奇怪 误以为是箱子出现罢了 事已至此 吴白也就解释说明 表示自己的锁都给他设上了同等权限 吴白对爱情的爱可谓是毫无保容 紧接着他便想拉开箱子 却被爱情伸手拦住 爱情觉得相互之间还是需要有小秘密的 这样才是长久的秘诀 吴白手牵着手把爱情送到家 却始终是有些不舍 以至于下起了瓢泼大雨 他也依旧没有离去 吴白的不舍变成了牵挂 他发现书房里还亮着灯 便知道是爱情还在忙工作 让他有困难及时来找自己 吴白关心爱情 爱情也一是如此 听到雨声便猜到吴白还没回去 你回到KK了吗 爱情赶忙跑了出来 发现吴白这傻孩子还真的没走 两人深情对望沉默许久 大雨好似也感受不到 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风雨之下也尽显为美 爱情把吴白带回了自己房间 贴心地用毛巾为他擦干头发 能被女神温柔照顾 吴白的脸上不由地浮现笑意 爱情紧接着拿出衣服想要他换上 可吴白却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 爱情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看来吴白这时又害羞了 他赶忙扭过身子表示自己不看 可吴白刚要脱衣服 爱爸跟爱静就巧合地回来了 听到动静的爱情脑子一片混乱 真是杀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惊恐至于立马关灯锁门 你爸来了 男孩刚跟女神谈上恋爱 就被狗仔偷拍 啊我的脚 一开始的两人还浑然不知 戴着口罩误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嫌 殊不知狗仔是有备而来 正当两人甜蜜地一起吃冰淇淋食 狗仔的相机也随之出现 然而镜头前却冒出两个黑衣人 仔细一看那正是酒器跟周一 这让狗仔甚是疑惑 本想着换个角度试试 怎料一转眼人都没影了 而这边的四人已经集合 要不是他们早上听到狗仔的对话 恐怕是要被曝光恋情了 两人得知后倍感后怕 而酒器鬼点子特别多 想了一个掩耳盗铃的法子 然而由于太过显眼 没走几步就被狗仔盯上 可当他们上去要一探究竟时 就只剩下酒器跟周一 而此时的吴白已经带着爱情飞奔 虽然不知道逃跑的意义是什么 但这种感觉就是很美好 不幸的是爱情还没跑几步就崴了脚 吴白紧张又急切地关心情况 但爱情显然是走不了了 吴白见此直接展示男友力 一把将爱情抱入怀中 爱情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然而过了一回他便感受到了幸福 即使是脚上传来生理上的痛苦 但心里的甜蜜远远比这大的多 吴白把爱情宠成了小女孩 推着购物车带着他逛超市 不仅有敷脚的冰块 还有许许多多爱吃的零食 最后带着大包小包地结束了 这次愉快的购物 而吴白也是立马给爱情孵起了冰袋 可这显然是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还是需要公主抱才能缓解他 吴白也是二话不说 让爱情回到了本该属于的地方 男人刚跟女神发生关系 怎料第二天就被女神冷落 爱情忙于工作没空搭理 两人也就这么开启了他们的直播 在爱情面前挠起了自己的脖子 搔痒难耐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爱情也自然是上当了 看到他如此难受立马关心起来 吴白便立马拉起了拉链 欲擒故纵的套路算是被玩得明明白白 仅仅是几句没事 就让爱情急得去给他找药膏了 而他也是自觉地脱去围裙 然而就在爱情要上手时 吴白却又是害羞起来 爱情温柔地给他涂药膏 他则是静静地看着爱情 然而越涂距离越近 让吴白不自觉地凑近了些 而他才刚闻到爱情身上的香味 大门就被打开了 回来的人正是爱爸跟爱子 然而两人的姿势真是很难不让人多想 爱情立马解释是在涂药 但爸爸显然是不太相信 便要跟这个臭小子掰扯一下 你着急回事吗 可这吴白那是头提的 非要跟老丈人碰一碰 而爱爸也是当仁不让 立马吩咐拿酒上来 爱情见词赶忙给吴白开脱 表示吴白过敏了不能喝酒 我没问题 好家伙这下是要玩犊子了 不管爱情怎么劝也是无济于事 一开始爱情还很是担忧 偷偷地拉姐姐的手 想让吴白少喝点 可奈何爸爸太能喝了 一口就给干了表明太多 吴白见词也是硬地偷皮喝 这可把爱情给积坏了 有些担忧地表示让他先多吃点菜 然而吴白的表现远超乎预料 两人越喝越起劲 最后直接喝成了兄弟 勾肩搭背的那感情不是一般的好 爱爸谈起了爱情小时候的糗事 都把爱情给说得害羞不好意思 两人大战一场后 爱情便把他送回了俱乐部 而吴白还在胡言乱语地说着 他见此有些心疼 温柔地嘱咐吴白下次别再喝那么多了 然后想去给他倒杯水 怎料他意外在厨房碰倒了一个 这一动静也让九七几人兴奋 误以为是吴白在吃毒食 想着去蹭吃蹭喝 而爱情这边才刚安顿好吴白 就准备离开的时候 便听到了九七嚷嚷的声音 爱情与此紧张坏了 不知道自己该藏哪里去 吴白却是毫不在意 本想起身去打发他们 结果身体不受控制滑了一下 爱情看他这酒醉的样子有些担心 但吴白却硬要表示自己可以 然而他一出来 大家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 纷纷关心起情况 然而吴白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 把事实真相给说了出来 他爸让我喝了呀 他爸 九七跟沈哲在一旁偷笑 唯有蒙在鼓里的周一对此浑然不知 周一发现自己太错了 想了想又爆出了一个大量 那就是向董那个秘书小猪 爱情此时越听越恼火 没想到吴白的桃花那么多 吴白跟老丈人合成了兄弟 还金屋藏娇地把爱情带了回来 兄弟们见吴白进展如此顺利 便见兮兮的要吴白请客吃饭 吴白这时又像是清醒了一样 不想当冤大头的他装起了头疼 而他的这种小把戏又怎能骗过九七 当即拉开房门表示要给他暗暗 吴白看到爱情瞪大了眼睛 立马给九七拽了出来 万一被发现可就完了 而他这反常的行为也是直接暴露了问题 吴白无奈只好大方地承认 得知女朋友在里面后 大家都是纷纷起哄要去看看 吴白眉飞色舞地拉开了房门 间隙虽小 但爱情那不愿的意图那是极大的 吴白便立马关上了他 给兴奋的兄弟们一番解释 表示自己听女朋友的话 这事情必须要保密 周一显然是不乐意 合计着是掉胃口来的 大家都兴致全无地准备回去睡觉 而沈哲这时却不肯走了 两人拿下了姐妹花 但沈哲的进度是远不如吴白的 毕竟吴白已经把人都给带回来了 在他清除掉干扰因素后 他回到房间刚想得死一番 结果爱情跟他计较起周一口中的桃花 吴白这时又装了起来 给爱情看得是又好气又好笑 他问吴白是不是在装罪 吴白却没有回答 二话不说的就亲了上去 或许是想用行动告诉爱情 自己的眼里只有他一人 两人甜蜜一番后准备送爱情回家了 舞得严严实实地生怕被发现 俱乐部里看上去好像是风平浪静 实则兄弟们都是等候多时 想要见见吴白女友的真容 爱情听到动静意识到什么 便让吴白回头看看 然而在吴白的一个眼神后 大家又关门躲了起来 你看我说没人吧 爱情半信半疑地回头 我真是没人 他也就彻底地放下心来 两人一走大家又跑了出来 而这时周一发出灵魂拷问 有没有内部消息 无难打人漂亮啊 沈哲要与一生之敌打比赛了 却被九七嘲笑 那自然是少不了一顿教训 怎料九七脚被磕到摔倒在地 沈哲显然是不太相信 让他别装了赶紧起来 可九七那痛苦的表情像是真的一样 又像沈哲认输 但沈哲却没那么好心 刚要拉起身的手就松了 差点就是一个狗吃屎 沈哲一番嘚瑟后便抛弃了九七 可怜的九七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虽然他们经常打打闹闹 但准备比赛还是很用心的 九七跟周一整合了许多资料 为的就是让沈哲有更好的发挥 然而沈哲看到这些很是欣喜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吴白 问起他们吴白看了没 我想队长可能也不太需要 听到这句话沈哲就不乐意了 在他眼里王浩是他的偶像 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实力来击败他 不想要别人来帮忙 可九七带着资料一走 他又老实了起来 表示自己电脑坏了刚好可以看完 两人都看出了他好面子 但也没有拆穿 留给了他一人研究的空间 然而他们刚出来就碰上了韩爷爷 在比赛前他特意来看望吴白 几天没回家便有些担心他的情况 怕吴白乐着还带上了点心 可当韩爷爷看到吴白的电脑桌面时 脸上的笑意瞬间就消退了 因为他认出了吴白的情敌王浩 结果还从吴白口中得知 明天他的对手也是王浩 韩爷爷与此来了个180度大电脑 先别吃先别吃 吩咐完就立马离开了 然而韩爷爷为了不打扰到吴白 又向97二人发出邀请 晚上要带他们去吃大餐 在韩爷爷看来打败情敌那是重中之重 第二天便到了比赛的日子 吴白把自己的战术告诉给了沈哲 可沈哲却是狂傲自大 这是一场三人的混战比赛 吴白跟王浩对此并没有太多情绪 而沈哲却显得尤为紧张 在赛前上了七次厕所 给吴白人都看傻了 沈哲尴尬地解释自己再去洗个手 然而王浩也在这个时间空隙 对吴白说了句别有深意的话 吴白听后想到了什么 王浩作为爱情的前男友 两人既是曾经的兄弟 也是现在的领导 与爱情的羁绊实在太多 也让吴白对这场赛事势在必得 很快比赛开始 三人混战中 吴白本想以启动快的优势 打王浩一个措手不及 却被头脑发热的沈哲挡住 这一行为也让解说员很是疑惑 毕竟两人可谓是手足兄弟 调转枪头的事真是难以理解 沈哲之所以打吴白 是因为他想要跟偶像王浩一对应 可最终的结果是欲棒相争渔翁得利 沈哲自己被抬走不说 还牵累了吴白的机甲 致使王浩借助优势赢下这场比赛 吴白输了情敌之战 沈哲输了偶像之战 赛后沈哲向吴白道歉 吴白却没有说什么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而吴白这时收到了爱情的电话 他并没有接 反而是往外飞奔出去 在公园里 心有灵犀的两人相遇了 吴白飞奔抱住了爱情 他担心这场比赛会带来感情上的影响 便问爱情会不会离开自己 说什么呢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吴白也就放心了 然而这时王浩姗姗来迟 这次比赛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心心念念的那个人 已经尽了别人的怀抱 女人背着男友偷偷来到前男友家中 然而正当两人要交接钥匙时 男友失望火急地赶到了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很难不误会 恶狠狠地瞪了前男友一眼 然后带着爱情迅速离开 吴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硬是要把爱情拽上车 然而两人拉扯之间要是甩飞 掉进树丛后爱情急忙翻找 吴白见他对前男友如此伤心 被情绪冲昏了头脑的 他不管不顾地把爱情拽上了车 还给爱情系上了安全带 也就是他这一次次过激的行为 让爱情对他生气了 爱情紧接着表示两人之间需要冷静 然后带着难过的泪水离他而去 回到家的他心情依旧不好 便吃了两桶冰淇淋来发泄情绪 而吴白这边回忆起于爱情的甜蜜过往 他不能因一件小事而失去爱情 那可是他暗恋十年的女神 可始终是没有向爱情道歉 然而爱情的期盼中成空 他也想退一步 也同样是未能抵过心中的那份委屈 两人互不相让也让这段感情凝固 第二天华梯得知爱情生病 便上门来探望情况 并为爱情来揭晓事情的真相 这一出误会是由宝纳暗中撮合 才造就了他与前男女独处的机会 爱情得知后很是生气 怨恨华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 而爱情这边也找到吴白 告诉他自己妹妹爱情失误中毒 生气地表示他最好一直赌气下去 吴白听后犹如五枚轰 飞奔向了爱情的家 而他也在楼下碰上了同样奔赴的爱情 爱情想要跟吴白解释一下 吴白却是一把将他抱入怀中 晚上吴白把爱情送回房间 他刚想要走却被爱情拉住 依依不舍的样子让吴白不忍心 便陪着他安稳地入睡 就在第二天 两人在外甜蜜地散步 吴白表示自己有一个惊喜等着他 爱情很是好奇 然而这份好奇牵引的是礼盒 原来吴白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婚戒 他想在拿下冠军后就求婚 可遗憾的是 两人既是相爱的一对恋人 也是竞技场的对手 爱情为了能赢下吴白 用出了祖传的孙子兵法 靠拖延战术跟吴白打了个2比2比 以至于决胜局并不在吴白的掌握中 沈哲出战由于轻敌落入下风 最后他们输掉了这场比赛 赛后吴白堵住了爱情 爱情看他那奇怪的眼神 以为是吴白输不起 然而吴白其实是因为求婚计划失败 才懊恼不已呢 吴白向他保证 下一次的比赛一定是自己 我是今天的代课老师 大家瞬间都傻眼了 没想到爱情千方百计约来的教授 竟然是大嫂 原来就在刚刚 爱情想约一位资深的教授 怎料碰上了相同目的的吴白 吓得他立马把滑梯拉走 表示由自己来解决吴白 然而吴白也发现了爱情 赶紧让九七先去找教授 自己想办法来稳住爱情 于是就上演了情侣偶遇的一幕 两人都飙起了浮夸的眼睛 爱情先发质敌问起吴白的目的 猜测他是不是来偷偷见美女的 吴白被这么一质疑就败下阵来 坦白地表示自己是来找老师的 然后当仁不让地反问爱情 过来见他以前的一个老师 我在这等他呢 吴白尴尬地看着爱情 爱情尴尬地笑了笑 他突然想到自己好像是他的女朋友 便便扭地使出了撒娇之术 吴白瞬间就上头了 又想到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可以拖延时间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了食堂 然而一向抉择果断的爱情 现在竟然突发了选择困难症 他一个一个地问制作时间 五分钟的大牌面嫌时间太短 十分钟的辣子鸡又觉得时间还是不够 顾巧米见好呀 最后他选择了一个十五分钟的鸡公宝 爱情还特意嘱咐阿姨煮酒一些 生怕时间不够影响到自己的计划 吴白见词也是十分满意 而这时他收到了九七的消息 表示事情一切半途 吴白见此瞬间就兴奋了 工作上的事情解决 可不得跟爱情享受一下 便把爱情刚才提到的菜都点了一点 而爱情这边也是大战告捷 心情也不由得好了许多 两个人加起来八百个心眼子 终于可以放下心事当会情侣了 然而这一盘一盘的美食上来 给爱情都看傻了 两人筐筐一顿炫 算是给计划成功提前庆祝了 就当两人吃撑准备离开时 滑梯不巧地带着喜讯出现了 爱情赶紧抱住了吴白 示意滑梯赶紧走 吴白很是疑惑 慢慢地把爱情推开 怎料这时九七也出现了 给他吓得一机灵 又立马给抱了回去 影帝影后的表演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带来的感觉却很是奇怪 他们像是一对陌生的情侣 吴白要把初恋的照片给他看 爱情显然是生气了 然而照片什么的都是假的 吴白其实打开的是自拍 说完情话那肯定是要轻轻的 怎料气氛正蒙时 爱爸的声音吓得一个机灵 他们甜蜜过头忘记有人在家了 爱爸吩咐二人再去买点菜 而这也将迎来不可预料的危机 他们边买边吃 这恰好侮辱了一个主播的镜头 也就代表着他们的恋情曝光 身处于对抗阵营的 他们自然是被网友议论纷纷 什么地下恋情 比赛黑幕之类的 迅速在网上发酵 俱乐部已经炸开了锅 而他们还沉浸在甜蜜中浑然不知 但在不久后两人都接到电话 得知事情严重性的 他们显得尤为紧张 可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爱情担心吴白会因为舆论 而影响到往后的比赛 并表示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 然而吴白却并不在意 在他的眼里只要有爱情在身边 那就没有什么困难可言 但网友带来的伤害 可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爱情比吴白的年龄大了一些 粉丝们都攻击爱情 害怕吴白会被爱情这个脱油瓶牵累 爱情虽然没看网友的评论 但他自己也是可以大概猜到的 而吴白为了能让他安心 用行动表明了一切 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爱情在第二天就提出了辞职 大家虽然对他的这个决定早有预料 但依旧是不想爱情离开 急忙地表示这次的风波可以解决 而爱情却淡然地告诉他们 自己并不会转行 只是觉得工作太累想要去做解说 虽然他说得如此淡然 但对战队的不舍是显而易见的 而他们也没再干扰爱情的意愿 吴白这边虽然被卸任队长抑制 但为了给足爱情安全感 他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情况下 霸气地公布了他与爱情的恋情 两人在熟悉的秋千架旁相遇 仅仅相拥抵过千言万语 而爱情也把自己转岗的事告诉给了吴白 吴白听后有些生气 他曾再三嘱咐过爱情别做傻事 但爱情这次要跟他一起面对 纯情男还想要雨水之欢 怎料女友对他的暗示不明所谓 句句都是拒绝之词 吴白听的小心思瞬间破灭了 只好先送爱情回家再说 然而两人才刚到家 吴白就被爱情将了一军 姐姐给他留了张纸条 大胆地猜测两人要一起在家住三天 这个机会试探吴白 你要跟我一起住 吴白的想法虽是如此 却又不好意思明说 但在爱情的逼问下 他直言自己其实是想讨论战术 借口想的是够离谱的 被怼的那也是叫一个哑口无言 爱情明白了他的小心思 坦然地问他有没有带换洗的衣服 吴白听后愣了一下 没想到爱情就这么轻易地答应了 而爱情紧接着表示自己家里没有男生的衣服 三天不洗澡的话术实待不下去 吴白沉默着一直没说话 这让爱情认为他是个纯情大男孩 不曾想吴白只是不好意思 而他其实是个披着羊皮的老 到了晚上 爱情先去洗澡了 给吴白激动地一直跳往 心仰难耐的他那时一刻也等不了 却不曾想意外来得总是那么及时 爱爸这边向爱静打听情况 结果爱静嘴瓢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而这时的吴白准备去洗澡 在进门之前还特意给了爱情一个期待 想想接下来就很是美好 爱情当即扑起了床单 而吴白听到动静也是猴急猴急地出来了 却没料到现实并非他想象的那样 爱情要跟他分床睡 表示自己去姐姐那一屋 吴白听后心情瞬间低落 只见他轻轻地搂住了爱情的脖子 可意气的 爱情听后并未做出反应 只是静静地等待吴白的到来 怎料这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而来人也正是爱爸 这每次来都坏好事 当然是别来的最好 但是已至此 两人也只好老老实实的 爱爸热情地让吴白坐下 但显然是笑里藏刀 他要好好地给吴白上点压力 而这时爱情赶忙过来解围 表示是因为天气热 所以吴白顺便冲了一个澡 爱爸与子突然来了一场 说起自己家的热水气坏了 刚好可以留下来住几天 爱爸正是不拆散两人 事不罢休啊 然而爱情还想挣扎一下 却又被爸爸给压力了 吴白在爱爸的攻势下渐渐沦陷 当即表示时间不早 自己该回家了 可他刚要起身又被爱爸叫住 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吴白 爱爸是个开明的人 对吴白的印象也还不错 便问问吴白以后与爱情的打算 结婚 爱情听后人赏了 他还没想到这一步呢 踢了踢吴白的脚 你别踢他 你问一下你外公 方便正式见个面吧 爱爸表示自己想要去登门拜访 这将作为男女方家长的初次见面 爱情听着怎么有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我有女朋友了 老爷子听后可开心了 日盼夜盼的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而吴白这次来 是想带着外公去见对方家长 老爷子听后当机立断 然而他们第一次见面 他就上纲上线地谈起了婚事 给爱情听得都呛倒了 而这一动静也引来老爷子的注意 爱情赶忙表示说没事 但二老好像是越说越起敬 吓得他赶紧暗示起吴白 拦着点外公 这才刚谈上甜甜的恋爱 他可不想这么早就结婚 然而二老那是越聊越投机 给爱情都给寄坏了 吴白却是全当没听见 还给爱爸倒起了茶 恐怕是想要加快点进度 就怕爱情反悔了吧 你希望能够找这人呢 哦 真坏孙嘛 吴白虽然也有些吃惊 但也是很乐意接受的 一步不关我事的表情 给爱情整无语了 便用力地捏了下吴白 想要他阻止一下 可吴白完全是敷衍的态度 脸上写满了无能为力四个字 爱情眼看事情愈发离谱 想要给老爷子倒茶 从中阻碍一下 怎料老爷子的一句话 把他给整傻了 他们生孩子那个月子中心呢 在生孩子面前 那茶茶水水的都是小事 然而二老都已经开始 为他们谋划后半生了 给爱情急地 直接把吴白拉了出去 质问起是不是吴白故意的 提前跟老爷子说了些什么 一下子都把爱情给搞猛了 吴白一脸无辜地避开问题 表示外公只是想他早点结婚而已 但爱情却觉得太过着急 他清楚地表明意思后 却发现吴白沉默了 女孩为了让男友迷倒万千少男 特意为他买了副金丝眼镜 这么一看果然是魅力十足 而吴白也有个惊喜要送给爱情 晚上他带着一盒巧克力出现 然而爱情一开口 大家都纷纷围了过来 期待着神秘惊喜的出现 爱情见此甚是疑惑 表示大家可以一起吃啊 然而他们为了计划地顺利进行 找了一个个离谱的借口 你知道的 我吃不了天食的 爱情也没多想 正巧这是他最爱吃的巧克力 他自顾自地吃着 而大家的目光也是聚焦于此 可是爱情连吃了几个 也依旧没见到结果 吴白疑惑之于掂量起最后两颗巧克力 但显然是分辨不出来 不吃了明天再吃吧 不吃了 虽然是害怕吃胖 但这是吴白亲手味的 那必须是要吃的 可巧克力入嘴却并无反应 眼看还剩下最后一颗 那肯定是没跑了 大家纷纷涌现出欣喜的表情 然而爱情吃下后 似乎真的嚼到了什么东西 太甜了这巧克力 我吃了牙都倒了 我都吃一盒子了 惊喜竟然凭空消失了 大家的脸上都写着十万个为什么 他们赶忙翻找 但里面确实是没有吴白准备的戒指 而这时巧克力店员打来电话 吴白这才知道 是拿错了事先准备的礼盒 这也就意味着 吴白又一次的求婚泡汤了 他气愤的给九七两人比了个大拇指 因为就在下午 九七还信誓旦旦的向吴白保证 我办事儿 你放心 结果出了这一乱糟糟的事 而两人为了将功补过 在第二天又布置好了求婚计划 吴白跟爱情在小树林里散步 眼看时间快要到了 吴白想要拉着爱情走快些 怎料没带502胶 鞋子坏了走不了了 吴白想着这次计划绝对不能失败 便要背着爱情去求婚现场 可爱情实在是走累了 于是两人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 然而爱情先向吴白求婚了 我们结婚吧 吴白听到的那一刻愣住了 没想到这来得那么突然 爱情见词以为他不愿意 吴白赶忙解释 然后立马掏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戒指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准备好像并不重要 只要一句话好过所有的精心策划 毕竟深爱着你的那个人 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刻 女人特别想要男朋友留下来陪他 所以故意不关门 男人果真推门进来 然后立马抱住了他 爱情欲情故纵地问他想干嘛 然而吴白上当了 今晚他们是要在一起注定了 干柴烈火地到了第二天 吴白早早地醒来 一直看着爱情到他清醒 爱情被这么肆无忌惮地看着 不由地害羞起来 情意正浓地他们领了结婚证 咔嚓咔嚓地记录下了他们的幸福时刻 当晚吴白就迫不及待了 牙都还没来得及刷 就要给爱情上上一刻 让他明白什么才是婚前的谦谦君子 婚后的老流氓 吴白坏坏的样子给爱情整得害羞了 但他可不管那么多 立马就关了灯 可正当他要点燃导火现实 外公打电话过来了 他只好先平心静气地应付下 可外公不知道两人正浪漫的 在挂了电话后 吴白就又坏坏了起来 然而爱情调皮的情绪也上来了 一弯腰就脱离了吴白的包围圈 但这显然是越调皮越兴奋 最后爱情还是没逃过吴白的追捕 吴白说你无路可逃了 然后坏笑着把爱情扔在了床上 享受独属于二人的幸福时刻 不久后两人便开始举办婚礼 吴白带领着最强伴郎团 要把美丽的爱情小姐娶回家 就在刚刚 这个迷倒万千少女的男人准备结婚了 他一袭黑色礼服出现 把直男兄弟们都给迷倒了 不由得对他一番精美绝伦的夸赞 这描述下来吴白瞬间就变脸了 当然这都是兄弟们开玩笑的 纷纷笔心对他表达鼓励 一向高冷含蓄的吴白也积极回应 吴白刚回到家 但有爱情陪着自然是乐意的很 然而老爷子的目的 其实是想让两人开心开心 毕竟这都要结婚了 还没好好地在一起玩过呢 于是老爷子连通吴爸吴妈 给爱情和吴白两人让路 那体验感别提多满足了 胡了整整一天 然后被外公大夸他手胡一天 很快就到了他们的大喜日子 待吴白醒来时 外公都已经把家里布置好了 可即使是在大婚的日子 吴白依旧还有跑步的习惯 然而吴白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揣了一大包喜糖进口袋 边跑步边发喜糖 这幸福的样子 怕是号召天下都不为主 毕竟是要迎娶自己的一生之爱 而爱情这边也是美极了 但依旧是抵不住那颗紧张的心 不仅是第一次 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然而吴白这边跑完不回来时 可把外公给寄坏了 外公表示自己当年可是一夜没睡 如今对比下来吴白的心可真大 啰嗦完就立马让他去换衣服 却没想到吴白说自己还要洗澡 还洗什么澡啊 外公真是急过头了 想想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带吴白换好衣服 准备要吃个早餐时 结果又被急性子的外公拦住 吴白穿着西装手捧鲜花的样子 可谓是帅气了 而爱情得知吴白来了时 立马抢过手机 便看到了帅得发光的吴白 出发 出发 然而他们刚想一窝蜂地冲进去 结果碰上了同样帅气的闺蜜团 给大门堵了个水泄不通 阻碍的第一步自然是红包了 纷纷要红包讨个彩头 沈哲见词也是阔气得很 大气地拿出了一个红包 怎料闺蜜团一看只有一个 直接下令关门 给伴郎团都急坏了 最后一人分了一个 终于是过了大门这关 结果刚进去又有伴娘导路 一看是自家的未婚妻 沈哲自告奋勇地上前 他气势虽凶 却是出乎意料地撒起了娇 然而爱情给他们布置了三关 第一关是一大碗面 眼看不足为惧 沈哲又是首当其冲地要先来 怎料他想得太简单了 闺蜜团人手一瓶辣椒酱 这是非要把他们拉开花不可 闻着味道都够呛了 而在他们的努力下 最终是解决掉了这盆大家伙 也拥有了限定款的香肠嘴 给闺蜜团笑得可开心了 紧接着就是第二关 要求他们嘴对嘴一起吃饼干 不得不说爱情可太会玩了 都是单身汉 却玩起了这么羞羞的游戏 然而他们也是给力得很 随后他们都来到了婚礼现场 在婚礼进行前 老爷子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大红包 韩商严早已习惯爷爷的偏心 但到了吴白这里却是不能理解了 赖光啊 我们这个红包厚度是不是差太多啊 吴白瞬间明白 要是没有爷爷的助攻 他们两兄弟恐怕还在打光棍子 紧接着就开始婚礼了 两对新人同时进行 新郎帅得不可言语 新娘美得美不胜收 但最重要的还是彼此相爱的心 然而主持人立马就开始搞事情 问起他们谁先交换戒指 你是哥哥啊 你先 这互相谦让的两兄弟 把台下的宾客都逗乐呵了 主持人便立马改问新娘 但童年跟爱情可跟他俩截然不同 我们先 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最终他们一起交换戒指 这是一生中最神圣的时刻 幸福的感觉充盈在他们之间 紧接着就到了亲吻的环节 但显然童年是迫不及待了 猛的一下差点把韩商严给砸懵 毕竟这个婚可是等了一个世纪啊 然而吴白爱情依旧是那么生气 与他们的热恋相比更加温润 台下的老爷子都看哭了 这一路下来真是不容易 亲吻结束 主持人又来了个灵魂讨问 问起下一届比赛的冠军是谁 当然是SP的 在婚礼结束时 大家一起来了张合照 愿往后的每天都如此可搬心 童年不愧是个学霸 马上都要动房了也不耽误学习 却不曾想下一秒吴白冲了进来 老婆 小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原来就在刚刚 但是不利的沈折给错了房卡 让两位激情满满的新郎官闹了个乌龙 吴白眼看自己就要动房了 脸上那叫一个冲锋隔翼 被兄弟们推着来到房间 到了房门前却有些怂了 兄弟们给他加油 但吴白依旧是犹犹豫豫的 吴白长舒一口气 大步向前地冲了进去 老婆刚喊出口 就看见了大嫂童年 于此她有些尴尬 便立马收回了自己的衣服 一番思索后好像意识到什么 然而这时兄弟们也冲进来要闹动房 结果看到童年的那一刻瞬间闪了 为了缓解尴尬 他们立马送上祝福词 来了那么多人 自家老公韩伤炎却是没见着 把童年都给整郁闷了 这下是进对了房间 结果又碰上了强大的闺蜜桶 真是洞房的路上一波三角 一群没眼力尽的家伙 竟是影响人家的甜蜜时刻 还拉着爱琴的手要闹洞房 叨叨半天刻把吴白给急坏了 人一走他就立马把门反锁 可不能再被别人打搅了 爱琴知道吴白一直喝酒没吃东西 便关心起他的胃 然而吴白现在可顾不上这些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